成立这样的忠心人的 那结果呢 他就很放心 因为他想他没问题啊 因为他从小在地方长大有什么问题的 那结果呢 几天以后他忽然间发烧 那我们就一看发烧了 我们就送到医院去 因为我们刚去的时候呢 他就跟我讲瘧疾很厉害 问我们要不要打针 后来我一问 打8针 200块美金打8针 我说打8针有用吗 他说如果是新型的瘧疾又没有用 那我想说打完以后就要死了嘛 就很痛苦嘛 那我说算了 等得到再说吧 后来我们就是很小心 那他呢 就无所谓 结果 发烧发冷 发烧发冷 就刚上到医院去医生医院瘧疾 然后B型肝炎 糖尿病 艾滋病 这是我们第一个案例 那我们就觉得说那怎么办呢 这非死不可了嘛 这没有的部分可以救的 那我们想怎么办呢 那想干脆把它送回南非 南非的医疗好一点 比这些落后的地方还好一点 明明知道送回去也没有多大希望 可是还想说送回去吧 可是就是一个灵感 我走过这地方 我一看到 诶 我就问他 我说诶 这个地方挂了一个牌子 有驱魔人 驱魔人就是巫师嘛 我就下来问了一些小朋友 问那边的土著 我说诶 这里有没有神功啊 有没有巫师 他说有有 就带我去找巫师 小朋友带我去找巫师 那这巫师呢 他怎么治疗 他第一呢 在墙角 墙角很多那个葫芦 那葫芦里面他养了很多精灵 他就开始对那个葫芦像鸟叫一样 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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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了半天 他回过来跟我讲说 我没有办法 他说我的精灵告诉我 这个人身上有很厉害的魔 有好几个 那这魔我都打不过他们 我没有办法去除他们 那我就说你如果不能驱逐 那有没有人能够驱逐 他说有有个大巫师 他的功力很强 找他应该可以 那我说你知不知道那个地方 你认识他吗 他说我认识 我说你知道地方吗 他说我知道 那我说你能带我去吗 他就看看我不讲话 很无辜一直看看我 我想什么原因呢 后来我一看 他有个价目标 无私证价目标 我说好 那我就用出诊 就是你不是在这个事情 我们去他的医院诊所一样 那如果你出来 他没办法移动 你到这带我们去的话 你要出来 那个费用很高 大概200块台币 所以又这样的钱 我说我就发200块 你能不能带我去 他那边的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25块 那他说他就很开心 马上笑容满面 说好 好 没问题 那就 我就跟他们经过村庄 到一个山的下面有部落 到他们的村庄 然后 就看到这个大巫师 那我就发现 第一次发现巫术的治疗 比我们想象中完全不一样 我们认为是迷信 后来觉得巫术真的是一种术 是一种方法 这方法是证明有用的 那这个大巫医完全不一样 他觉得也没有收到钱 他一来 就 说这个人 我们就跟他讲 那小巫见大巫 你知道吧 小巫师见到大巫的时候 就很急进禅类 就跟他讲 那大巫师就点头点头 好了 我说这个病人我收了 一来 他就用一个很多的 抓了很多的 用鼻子纹 然后拿了一些草药 放在一个水里面 就是他叫他下去泡 泡一下 起来 他就起来 他就开始看 哦 这个地方身上干了 这个地方没有干 就看到水在你身上流过 你身上热的分布 好像我们现在热悬窝 热气流 看那个怎么流 比我们把脉 还不一样 完全看你全身 不是看你 看你全身的变化 他用泥浆去把它标示出来 然后一个大巫医 带着四个小巫医 在讨论 讨论讨论 他就跟他讲了说 他说你小的时候有一次 你跟你姐姐出去玩 然后你跟你姐姐吵架 那吵完架以后呢 你就躲起来 小孩子就这样子 好不过人家躲起来 让人家着急 刚好他姐姐很 神经很大条 哎 弟弟不见了 大概回家了 那姐姐也就回家了 结果他躲到草丛里 一出来 他姐姐没有找他 他姐姐也不见了 他吓死了 那结果那天晚上 他是一个人爬到树上去躲了一个晚上 因为晚上有动物嘛 夜行性动物 他就无视说 有没有这个事情 小朋友想 对哦 我小的时候真的发生过这个事情 问题是 巫师怎么会知道 就跟我们现在那个神童的一样 他看到你的过去 他说你所有的病就从这里 这是你的病源 你害怕 所以他们认为呢 恐惧是万病之源 你只要害怕 就百病重生 你如果有勇气 就百毒不清 那问题就是勇气不是勇气 就是勇气 就是你能够把恐惧驱逐了才是用勇气的力量 所以没有恐惧也就没有勇气 所以你是不断的进行那种战斗 很有趣 他就开始跟他讲 讲完以后他说好 他说呢 你呢 就 他泡完了以后 然后再来呢 第二步 他用烟熏 才很多植物 开始用烟去熏他 熏他以后 那他们的部落的人就出来 跳舞打鼓 就帮他驱魔 你会很感动 一个人生病 整个村庄 都来帮忙 没有代价的 那 就这样 闹了一个晚上 闹了差不多半夜了以后 他就说好 巫师说可以了 你头往这个方向睡 你晚上梦到什么 明天你告诉我 他们非洲是用梦证 看你做梦 第二天起来了 他说你梦到什么 他讲给他听 他说对了 表示我的治疗方法是对的 方向是没有错的 他说好 那你要在那边住一个礼拜 我们要连续七天帮你 帮你除魔 那如果能够顺利把他 这个都驱除了 你的病就会好 如果没有 就没有办法 那后来呢 那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队友呢 他就说 可是不行啊 因为他跟我们是 已经事情都联络了 我们要到下一站去了 那他是翻译 他没有去 我们全部整个计划都停摆了 人也约了 他就说 我有事情 我不能体留下来 那我能不能 去把事情办完了再回来 你再帮我治疗 那物一说不行 你这要离开了 我就没有办法救你了 因为为什么你的魔已经被我 已经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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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催促以后 他已经开始 进入到战斗的一个状态 所以 他说 这样子的话 等一个礼拜以后 几天有再回来的时候 我已经没有力量来 能够压制他了 他说 你就这样子 你要离开 那你就离开了 那你就不要回来了 这样子很绝对 他说 你自己考虑 那我们就想说 人命关天嘛 我说 好了 那你就留下来好了 我说我们这个计划 下次 下次没有成功 下次再来 哦不行啊 这个计划了那么久 花了那么多的钱 动员那么多能力 他就想说 不要 他说 我们还是按照计划 我现在精神不错 我可以 我可以的 那物一说 你要离开嘛 你会死哦 他说没有关系 因为我没碰到你 我也会死 他说我最起码 我还可以做一些 很好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值得做 那物一一听 蛤 你真的是这样想的吗 他说 对 我是这样想的 这是你的决定吗 对 他说哦 如果是你这样的决定 我要请我们最高的神 来救你 他就说好 那怎么能救呢 这时候他们都在跳呢 这时候就是 他说 那我们最高的神怎么救呢 我要问他同不同意 他就拿了一个水 然后就把那个 他们最高的水就是三神 把身上 岩洞里面的石头 拿来放在水里面 他看石头的变化 他说三神答应 他要救你 那他开始了 他就开始用芒草 刮斑了 芒草 在他自己的头上 跟自己的手上 割了五道伤口 每个手 跟每个脚 然后在这个病人的头上 也割五个伤口 然后头对着头 手对着手 我们想开玩笑 艾滋病 血液 两个人血液交换 不都感染了吗 可是我们也没办法 我们不会想突兀 我们也干着急 那他就开始唱 就是抓着他 就开始唱歌 唱一唱 然后他这个人就 嚎啕痛哭 哭了好几个小时 一直哭 好像排毒一样 好像委屈了几千年的委屈 全部都排泄掉了 然后外来就睡着了 那他睡醒的时候 他说 好了 你可以走了 但是我告诉你 你还有个考验 那他就走了 那时候他用图语讲 我们也不晓得 他就走了 这样就好了吗 他果然精神就很好了 跟第一天快要死 第二天这时候已经很好了 那很奇妙说 我们一回到我们的 那个 住的地方 我们进行下一步了 我们又去买东西 他说 就跟我讲说 他说 车子钥匙给他 他去买东西 我说你买东西 他说我明天要回 回部落了 我买些东西送给我的 给我的 给我的 亲人 那我讲 哦很好 我说你有钱吗 他说他有钱 那我说 我再 赔你一些 你帮我也买一些 我明天也可以送的 然后他就开了车子出去了 那买东西的地方 离我们 住的地方 大概开车子 五分钟 十分钟就到了 那方圆 几十公里 只有那一家店 他就开车子 诶 一个小时了 半个小时 我们就有点惊讶了 你整个店都可以搬掉了 半个小时没有回来 一个小时没有回来 两个小时没有回来 三个小时没有回来 我想啊糟糕了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就跟我旁边人讲 我说我们怎么那么残忍 他昨天才病得要死 鬼分官回来以后 居然他去买东西 我们没有人陪他去 我们在想说明天要怎么 明天要怎么 但他还在讨议纷纷 就让他一个人就 就走掉 我们一点都没有想到 一点都不体贴 然后三个多小时 我看到一眼车灯 回来了 我就冲出去 我说你跑到哪里去了 他就 他就看看我 他说他一出门的时候 就碰到三个人蓝车子 他一想到蓝车子 可能叫搭便车 那是轻车 那三个人一上车 那三个人一上车 就开始骂他 那是坏的 你带人来 破坏我们村上这边 你是不是 其他人就讲 不要跟他讲了啦 把他杀死就算了 这不要留他 你就把他弄死快了 我们以前留他一条命 对不对 我们没有及时下手 才让他怎么怎么这样 又带人来 他觉得他也不认识你们 怎么会这样子 他们几个人就一直骂他 他就一直跟他解释 那这时候他就觉得 他有股力量 他说我要打死三个人 太简单了 我可以用这个手 打我旁边的 回过来 拿那个 鎖汽车的 鎖汽车 夯死后面那一个 最后面我去掐他 他想 他就想好了 他说一动手 他们三个人就死了 他觉得说 我就像三一样 崇高 包容 他说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有任何的伤害 他就一直跟他很耐心 跟他们解释 那解释解释解释 解释得很久 那三个人就说 算了 我不跟你讲了 我们的朋友住这里 我们要下车了 后来就下车了 那下车了以后 他就 开车时就回来了 他说他们离开内 他才知道 他的病 真的好了 那三个人走了以后 他身上的病 是真的离开的 要不然是暂时离开 他只要再动一个恶念 或者害怕恐惧 那个病又回来了 他说 原来这就是大巫师 跟我讲的考验 当你有力量的时候 尤其是当你有力量的时候 你能不能 不要用你的力量 去伤害 没办法抵抗的人 他就讲 后来他这个人 后来他就 后来他就 跟我们这个事情玩了 又要去当牧师 哈哈哈哈 哈哈 好